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回到PokeMMO 今天就來講一下關於PokeMMO入面 怎樣可以知道頭目什麼時候出,以及出在哪裡 基本上要知道頭目出了未,以及在哪裡出呢 其實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在頻道入面等人說 就是在這個頻道入面,你會見到 我自己是在5頻道的 你會見到頻道都會有人提頭出了未 就是頭目boss出了未 他們都會說在哪裡 大家如果要看的話就記得看這個頻道 好,那第二個方法是什麼呢? 第二個方法就是我幫大家做的一個方法 就是要在我的Discord上 大家可以看看 在Discord裡面我做了一個叫 SDM頭否 這裡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裡可以看到有沒有頭目出現 有些人就不太知道,經常都問 其實基本上不用問 你用問的時間 你用分幾鐘去問 倒不如直接進這裡,直接看 alpha alpha這個字代表他的boss boss就 10點04分 即是早上的頭在10點04分就出了 基本上之後就不會再出了 下一段時間是多少點呢? 下一段時間是2點到8點 基本上現在都還未出 他有時候有寫到什麼的精靈 很簡單 只要在這裡打Drift 然後再打個名字 你就會看到他會出什麼精靈 其實是很簡單的 非常之簡單 你就知道究竟是哪個重 如果你真的... 因為這裡只有我才能打到東西 所以大家打不到 如果你打不到的話,怎樣做呢? 就是Copy這個 Copy這個,然後就在Google找 最簡單直接的這個方法 就不用... 就不用說... 怎樣去到頻道裡報 還是怎樣 在Discord裡等機械人報位就行了 還有這個機械人其實都是有真人去到報位的 所以呢 有些時候可能有錯都不出奇 大家自己判斷 那很方便 你看到6點02分出了頭 然後這裡10點又出了頭 這個是凌晨頭 這個是早上頭 那除了這個頭目之外 還有另外一些資訊可以看的 那就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大量出現 那在昨天的4點鐘呢 就已經出現了這個3D龍 3D龍大家不知道 3D龍呢 如果正常你要去獲得的話 你是只能在賭場換代幣 然後再去換而已 那所以其實這個功能非常之好 因為你看到哪隻重 是大量出現的 還有有些人如果要儲圖鑑呢 這個功能是很方便的 然後還有些什麼呢 這個P字頭呢 就是其餘 其餘 那都 嗯 都是方便 其餘 這個呢 就可以獲得神秘寶石串 分三樣的 一個就是其餘 一個就是頭目 一個就是大量出現 那其實這裡呢 已經佈了位 就不用 說 第一個方法這樣 在頻道上 看著人 佈著人 其實不用 在Discord上 按一個按鈕 它出的 OK 立刻上線 就是這麼簡單 完全沒有困難的地方 我現在足夠都是等Discord佈位 如果我沒有上線的話 對 好 那今次的 教學 有一點點的技巧 教我給大家 下次 看看有什麼影片可以再拍 拜拜